小慧你凭什么把房子租给别人 我又没说我不租 你给钱了吗 想租第一步是先给钱 我把房租从十一万给你让到十万 你还不满意 想让我八万租给你 我说八万租不了 你就没有音信了 过了几天说李贵芬七万租给你 你不是找他租吗 现在来找我干什么 李贵芬说在和你打官司 这两个商铺不应该被冻结了吗 为什么你还能租出去 要租出去也是租给我 你怎么可以租给别人 我寄了那么多原材料 现在没有商铺 我的原材料怎么办 我都快急死了 李贵芬是在打官司 但不是和我在打官司 他在和李贵兰打官司 而李贵兰现在在服刑 所以你就等着吧 等李贵芬把官司打赢 然后才有可能和我打官司 那你也不应该把房子租给别人呀 我之前不是在和你讲价吗 租房子难道还不能商量价钱了吗 再说了 我相信李贵芬 还不是因为在你这里遇到的李贵芬 现在我被李贵芬骗了 你总要负责吧 你还来劲了是吧 当初遇到李贵芬的时候 难道你看不出来我们之间的关系吗 商铺的房产证我也给你看了 商铺是在我的名下 你不找我租 非要去找他你怪谁 他都没有房子 你居然相信他 现在这样的下场 我只能送你两个字 活该 那我寄了那么多原材料怎么办 我这些损失该怎么办 是不是我最早找你租的 你租之前是不是应该告诉我一声 我凭什么要告诉你一声 这是我的房子 不是你的房子 如果有十个人过来问过租金 但是都没有给钱 难道我房子租给第十一个人的时候 我还要挨个通知前面十个人吗 这件事你只能怪你自己 所有的损失都要你自己承担 我不会自己承担的 我要去找李贵芬 李贵芬全国各地都有房子 他要把这些损失都赔给我 你在做梦呢 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 他连一套房子都没有 他全身上下都拿不出来两千块钱 不可能呀 他给我看房产证了 几十本房产证 而且都是大城市的房子 全国各大城市都有 你还真是单纯 给你看房产证你就相信了 你看他敢不敢拿着房产证 去房产中心公证一下 反正话我已经说到这了 信不信就看你了 他印了这么多假证可是违法的 我看你还是找警察处理吧 不等小慧说完 赵子龙就阴沉着脸灰溜溜地离开了 老妖婆 小慧把房子给别人租了 你耽误我的大事了 我买了十几万的原材料 现在都要赔进去了 你说该怎么办 这些你都要赔给我 我凭什么赔给你啊 原材料又不是我让你进的 你房子都还没租上 准备那么多原材料干什么 这不是你自己计划有问题吗 我的计划天衣无缝 原本我要是租小慧的房子 当时就可以租上 是你让我租你的 说你可以给我便宜 而且你承诺的最多十五天 就可以让我搬进商铺 现在都多少天了 那不是因为在打官司吗 我也没想到会这么久啊 我还想早点结束呢 不行你就去催法官吧 气死我了 你到底能不能把房子租给我 你要是不能把房子租给我 你就把五万押金退给我 退押金是不可能的 耽误的时间我都会赔给你 等到房子要回来 大不了便宜租给你 五万块钱一年租给你 你不要再给我画大饼了 这个官司什么时候能打完 你能给我一个具体的时间吗 而且你就没有和小慧打官司 你是和一个叫做李贵兰的人打官司 李贵兰现在在服刑 这官司要打到猴年马月去了 这些事我都找小慧问了 你问这些有什么用 总之我是不会把钱退给你的 现在不是我不把房子租给你 是你不想租了 是你毁约 你单方面毁约就一分钱没有 老妖婆 我现在已经损失很严重了 你不要把我逼急了 把你逼急了 你又能怎么样 你在这吓唬谁呢 我这么大年纪了 什么事没见过 可以 你嘴硬是吧 我现在就报警 让警察来处理这件事 你以为你报警我就怕吗 警察管不了这个事 我们这最多算是经济纠纷 是吗 五万押金的事确实算是经济纠纷 但你印假证的事呢 还不是一个两个 你足足印了几十份 这个事难道警察也管不了吗 等等 你不要报警 我们有事好商量 我和你没什么好商量的 你不退给我钱 我就报警抓你 你就等着被派刑吧 另外一边 小慧 出大事了 房东看我们面馆生意好 想要涨房租 原本房租十五万一年 现在房东直接涨到了三十万